大家好,2020年11月13日第二部视频 刚才看到一则新闻 什么新闻呢? 是这个中国发现澳大利亚的禁苦原木 发现了病毒 不对,其实是害虫 不过我当时看这个新闻的时候 也是几乎条件反射似的 这个说是进口澳大利亚原木被喊停了 为什么呢?因为发现害虫 我几乎是不是发现了病毒啊 几乎成了笑话 好像如果要是这个澳大利亚的原木 它但凡能动一下 它就会说它发现的是病毒 这没办法 它毕竟是树 和这个动物跨界实在太远 不好按病毒了 就是说是害虫 为什么呢? 我觉得它肯定不是什么害虫的事 就是为了打击澳大利亚 因为澳大利亚和这个美国和日本 对中国追责 是声音叫的最小 然后呢 对中国的这个安全 还形成了一定威胁 又要和印度和日本形成类似的这种亚洲北约 它呢 行动的也很积极 但是呢 澳大利亚呢 这个挺积极的 但是它对中国呢 却没有什么制约 中国呢 对它却很有制约 中国 是澳大利亚的第一贸易伙伴 澳大利亚 出口的各种矿产 原材料 包括原木啊 肉类啊 鱼类啊 很多东西 矿产啊 煤矿 什么 矿石啊 都是卖给中国 中国不买它 它应该是受伤比较重 比较疼 中国就看了一圈 美国不敢惹 日本互有所求 又比较敏感 也不太想惹 加拿大呢 没什么好控制的 就拿澳大利亚开伙呗 前边进了葡萄酒 前两天又把澳大利亚的运过来的龙虾 在上海通关的时候迟迟不放行 活活把澳大利亚的活龙虾 憋成了死龙虾 臭虾 现在又拿这个原木开刀 这个原木是死东西 是没有生命的 怎么办呢 又不是冷链运输 就说它是有害虫 反正就是不要你东西了 澳大利亚提了抗议 还打算到世贸组织去告中国 我估计告也白告 这种非关税壁垒 说不清道不明 害虫给你放两只 你还真说不说啥 这个这段时间 不仅澳大利亚 还发现了 还从这个德国进口的猪肘子 说是有发现病毒 德国政府还提了这个科学上的解释 也表示了一定抗议 你说是这个没听说过全球 任何地方没听说过 在食品上能传染这个新冠病毒 但是他这个说法也有理 冷链运输 你是猪肘子上没有 但是运输猪肘子的包装上 有可能有吧 你看你疫情中重 对吧 然后呢 还限制了 一个突发的 不能叫突发吧 一个刚刚发生的一个行为 又在天津的这个 进口的笔木鱼 身上又发现了这个新冠病毒 没说是哪个国家的笔木鱼 我也猜不出来 北欧国家的 还是南美洲国家的笔木鱼 搞不清楚 说笔木鱼又发现了 也打算要停 更为这个恐怖的是 前几天 透出消息 也不知道能不能执行 就是打算把所有的 进口的冷链 食品 鱼类啊 肉类啊 还有各种食品类啊 都要强制性进行消毒 也甭检测了 就是你 号召国内一个尽量 别买 他不能这么明显的说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 你没有原因 你号召人员不买 这样就会 引起这个经济纠纷 会诉诸于世贸组织 他呢 就用这种方式 不断的查出病毒来 一个是变效呢 阻止进口 第二个呢 是不断的爆出消息 在社会上 形成一种恐怖气氛 让中国 这个民众认为 吃外国进口的食品 各种 进口的肉类啊 鱼类啊 虾类啊 等等啊 都可能会沾上病毒 也就 自己 不买了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啊 不买了呢 进口商也就不进口了呗 变相呢 起到了这种阻止外国冷链食品 进口的作用 那他到底想干嘛呢 我觉得就是两点吧 一个 确实有的地方 有的冷链 可能存在有病毒 但是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他是风声鹤唳 害怕这个病毒 真的通过这方面 能传过来 给他添麻烦 给他造成损失 而且造成疫情 第二点呢 是最最重要的 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呢 减少进口 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进口 要花美元 花的不是人民纸 花的是美元 花美元 在这种全球脱钩的形式下 对内投资少了很多 中国出口的东西 也受整个全球疫情影响 这个 中国这个 出口 也受到很大的打击 花钱的地方 还不能少 因为都是一些 高科技服务类的产品 就芯片啊 石油啊 各种软件啊 这个东西还 真是少不了 那怎么办呢 就是形成恐怖气氛 变效的呢 就是限制进口 节省他那宝贵的美金 还有一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当做武器 谁和我不爽 我就说 谁家卖过来的东西 有毒 这样呢 还能起到一个 政治打击的作用 好了 刚才看 真的是老眼昏花了 一下子把这个树木有害虫 看成树木有病毒 真搞笑 拜拜